我们的猫山王中王 现在就开进了 我在这里也希望大家祝福我们 各路神明也保佑我们 拍摄顺利 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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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山王中王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很好吃哦 不过这个是不可以吃的 这是一部关于榴莲的电影和随片 更厉害的是 这个是由新加坡的经典搭档于国皇和导演梁志强 三个十四年后在一起合作拍电影 嘿嘿 不知道这么多年在合作 两位又有什么感觉呢 因为之前都是他拍他没有演吧 所以这次是他又加入了这部电影 所以我们三个人是十四年后再次的合作 所以非常的期待 然后燕燕呢就李中伟 一七年吧 五年后跟他合作 所以这么多年来就发生的就是疫情之类的事情 但是我们很开心就是大家还健康 大家还可以继续往自己喜爱的工作发展 所以这次真的是非常珍惜拍这部 猫山王中王的这部电影 所以特别是有几场戏啦 因为有几场戏会跟他有一些吵架啊打架啊 所以我很期待这几场戏 因为很少徒弟可以打师傅的 所以就靠这部电影 我说还没打还不知道谁打谁 然后那个你的 他才联盟也是你 怎么样 我有没有 那个是梦丽 那个是李国华 不一样的不一样 那个两个人在拍 不会是同一个人在拍 神神烈 突然想起这三个人 师徒们都演过我的老公子 这个不重要啦 这个不重要 这个不重要 因为我们都后悔了 最近看他的样子我们三个都后悔了 哈哈哈 这些虐言呢就是前述到谁欠谁的 其实啊你问我啦 我真的是比较喜欢当导演 就自从搞笑行动之后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一直比较喜欢导戏 然后呢我觉得呢 我导戏的话 我可以帮到更多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可以发觉新人 然后呢给他们角色 这是我想的 我下来呢还是会继续做的事情 这次的一个状况 本来呢你知道就不是我演的 OK 本来就还有另外一个人演 嗯 他你就说他生病 不能演 对 阿南阿南 哈哈哈 不管谁是阿南 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看两岛演戏哦 加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人 都那么爱吃榴莲 不想大家都应该会去支持这一部 冒山王中王的对不对 明年的赫水片历子又多加一部啦